如果说你这个,如果你这个,这个是弹半拍,那怎样,这个是什么? 四分之一拍,四分之一拍,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弹四分之一拍,如果是这个,这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修半拍,修半拍,这两个行少见到,还是会见到,所以这个是修半拍,那这个是修什么? 修四分之一拍,对不对? 你知道我哪里有看到这个,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的红本 应该是修一分之二拍,一分之二的再一半,对不对?是不是有这样? 再想一想,这是数学问题是不是? 书半拍就说那二分之一啊 你看一下你的粉红色的书九十一页,主我敬拜你 主我敬拜你 你看第三行啊 天君向你去西 天君向你 天君向你 君向你 是什么?八分音符,对不对? 所以这弹的嘛 天君向你去西 中天是围绕你 坐前,坐前 是不是啊? 平常找什么例子,这个例子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啊 平常找什么例子 我想找这个有这个 有十六分音符的 十六分音符的,像 这首歌里面比较简单一点有 101就有 101很复杂了 把他们给下跑了 这是第五米大二大一 找一个简单一点呢,不要把人家下跑了 对不对 有十六分音符的 九十七页 啊,九十七页,好 九十七页 这个复杰报就是六八八页的 这六八八也更复杂 在哪里?第几页? 九十七页 对啊,永不变 对不对 还有什么地动摇 地摇动,虽改变,虽改变,虽 对不对 这都有 这都有十六分音符在里面的 是不是 休止符第三行 对啊 第三行 九十七页第三行 最后一个小节 看到没 有十六分音符的休止符 就是如同天高过地 那个地 跟下面一个拳的中间 有一个十六分音符 对不对 好 这边就是指出来给你们看 敬拜歌曲里面会有这种东西的 会 所以你说这种时候 我怎么唱啊 你看他这个 他上面写的是 像这个九十七页比较难 还是六八拍 以八分音符为一拍 每一小节六拍 所以这个是比较难的 他的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是这样的 不像这个四四的话是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 你每一首歌拿到手上的时候 你先看他什么 先看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时数 到底是四四 是六八 是三四 是什么 然后你才能够往下走啊 你才知道这首歌 他到底写的是要你怎么唱的 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 不懂这个东西 所以他都靠耳朵就好了 就拼命的下载MP3 靠耳朵听 哎这听好听 但是你光会听 你不晓得 这个谱上面是怎么回事 就对应不上嘛 但现在你学了月里之后 会帮助到你 你拿了这个谱子来 哦这首歌好好听 哦这个是他的谱子 原来他是一个挤拍挤拍的 他是什么调 以后你就会看得懂 上完这个课你就会看得懂 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 好我们再回到月里自学指南 再回到月里自学指南 第十三页 第十三页的下面 下面 画出下列的音符和修指符 第一题 一拍的音符是什么 出来画完 出来画 出来画 然后把这些擦掉 谁要画第一个 第一个不用画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一题是什么 好来 画出下列的音符 一拍音符 就是谈一拍的 这是第一题 很好 第二题呢 有没有人要上来 二分之一拍修指符 有没有人要上来画 答案 好来 那只黑的也可以 这只黑的也可以 那只黑的也可以 那只黑的也可以 他这个蓝的也可以 翻牌修指符 翻牌修指符 对 很好 第三题 两拍的音符 有没有人要上来画 好来 两拍的修指符 两拍音符 很好 好 然后下一题 第四题 一拍修指符 有谁要上来画 一拍修指符 好来 谁 一拍修指符 好 一拍修指符 好 下一题 第五题 四拍音符 好 来 四拍音符 好 太好了 好 第六题 两拍修指符 两拍修指符 对 两拍修指符 谁要上来画 没上来过的 两拍修指符 好 两拍修指符 没有上来过的 谁 没有上来过的 要主动一下 好来 半拍音符 好 最后一题 四拍修指符 四拍修指符 谁没上来过的 四拍修指符 四拍修指符 等于也是一个全修指符 对不对 帽子 好 四分之一拍音符 好 感谢主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OK 第十四页你自己回去 如果是四分之三拍的话 还没讲 负点还没讲 那如果是全音符 四分之三 后面就十五月 我问太快了 没事 好 那我们现在是十三页完毕了 十四页你一定要回去自己下眼功夫 对于灵基础的人 要自己下眼功夫去记 你说一下子记不了 你最起码 you have to know how how it works know how how it works 中文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中文 就是你要知道它是怎么样 怎么样的这个 如何运用它的这个树的这个 这个树的这个 structure 中文叫什么 哎天 英文讲出来中文也不知道怎么说 哈哈哈哈 理解它 理解它的整一个这个树 是怎么怎么下来的 全音符 然后两个四分音符 每一个四分音符 是两个八分音符 每一个八分音符 是两个十六分音符 对 就是你要理解 它是怎么运作的 好 第十五页 第十五页 我们每一堂课交十课 第十五页 副点音符 副点音符 是将该音符的实质 再增加个一半 再增加个一半 所以呢 如果是 二分音符再加一点是什么 三拍 三拍 它也叫什么 副点二分音符 对不对 副点二分音符 副点四分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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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谈几拍啊 一拍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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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点划清楚一点 然後呢 然後是全音符的 全音符的這個 請問這個是幾拍 四分之三拍 是這樣嗎 沒有電喔 那妳是不是Sara 妳是 董平沒有來 這也幫助我記著誰是誰 要不然見到臉了 但是講不出名字來 很丟人的 好 第十五頁最下面第一題 第一題下列這些音符和修子符各數幾拍 第一題是幾拍 三拍 第二題 一又二分之一或是一拍半 對不對 第三題呢 三拍 第四題呢 一又二分之一 一又二分之一 或者是一拍半 一拍半 這是第四題 你再說一次 你再說一次 二跟四一樣的 第四題是什麼 一拍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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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跟第二題是一樣的 跟第二題是一樣的 第五題呢 四拍 四拍 大家不要忘記 它就是談幾拍 對不對 剛剛一到五都是談幾拍 第六題呢 修四拍 修四拍 以四分音符為一拍的話 修四拍 第七題呢 六拍 修 修一又二分之一 第六題 第七題 修一又二分之一拍 對 所以就是修一拍半 對不對 修一拍半 一又二分之一 就是修一拍半 第八題呢 六拍 談六拍 修六拍 談六拍 談六拍 第九題呢 三拍半 三拍半 談三拍半 對不對 這是第九題 談三拍半 第十題耶 四拍 四拍 談四拍 是不是 有沒有人有問題呀 到目前為止 你到目前為止 有問題 好好回去複習一下 沒問題也回去複習一下 好不好 這個談幾拍 談幾拍 太重要了 好到十六頁囉 我們剛剛講了小節對不對 小節線 四次拍子 小節是由拍子組合而成的 小節可以包含兩拍 三拍四拍 或是更多的拍子 小節是以小節線來劃分的 我們剛剛不是在黑板上也劃了嗎 小節線 對不對 小節線 好 那麼十六頁的中間 小節內的拍子 是以拍子記號來表示的 他寫在每一首歌曲的開始 剛剛我們講了 在開始 就是在高音譜記號 和低音譜記號的旁邊 所以呢 拍子記號上方的數字 表示每小節的拍數 下方的數字 就表示以什麼音符為一拍 這邊都講得很清楚 對不對 如果是四四的話 像他這邊十六頁的中間 給了一個四四 然後他就數 就是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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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打拍子 那你看他的這個 一二三四 那個一下面有一個 greater sign 就是大於的 一個小的 大家看到沒 有個大於的重音記號 這叫做重音記號 就表示那第一拍 你要打得重一點 所以就是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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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明白嗎 我們會有一些打拍子的練習 之後 這是十六頁之後 現在練一下吧 大家 好 我們大家一起練一下好了 好 記住 第一拍要重一點 所以每一次在開始之前 你先數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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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有這個豆芽菜的才要打 對 是不是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所以大家沒搞懂 你看 他們搞不懂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沒有打 一二三四 三打四 三打四不打 四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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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然後之後呢 一打二不打 一要打 四不打 而且一是重音對不對 對 然後二沒有打 然後呢 三四都要打 三四 然後才 四 四 這是重音 打這個一二三四 對不對 打一下也二三四不打 對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 前面這個一二三四 就是有這個 有音符的 有音符的才要打 沒有音符的不要打 沒有音符 但是它下面寫的一二三四是什麼 就是這個拍子 四四拍 你再打一個 好 我們再來一次 我們叫一個個上來打 一個個站起來打 好比說我是第一個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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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站誰 誰願意站起來打的 好來站起來 他也 他也 你就站在原位 然後我們 你就打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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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還有誰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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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这个好像忘记打 有有有 有打吗 有打 前面四下比较强 前面他打太轻 再来一次 一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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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有没有谁要站起来打了 是的 还有很多机会 后面还有很多机会 好 我们继续往下 所以众音记号 大家记住在这个十六页这边 众音记号 还有就是四四胎子 它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是什么 C 对 所以可以看 这个 这个 也可以写成 四四胎也可以写成这样 或者是看那个 八十六页 八十六页 粉红色的 八十六页 一个例子 粉红本 八十六页 八十六页 看到吗 八十六页 我一生要在美你 哦他这个 我画的太大 对啊 我画的太大 哈哈哈哈 是 画小一点 他这比较规范的 必须要画在 这在两个 两个 在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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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们讲的都是有 有例子 给大家 作为 八十六页 那个是合一的 菜还是 还是 胎的 哪一个 这是刚刚我们看的 七十六页 八十六页 嗯 八十六页 是八十六页 对 八十六页 我一生要赞美你 他的高音符记号旁边有一个C 对 那个就是对应我们月理智学指南十六页最下面那一行 C等于普通拍子 这个记号常会用来代替四四拍子 对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C再讲一次 C什么意思 C就十六页 十六页最下面 月理智学指南最下面一行 十六页 看到吗 跟四四拍子是一样的意思 四分之一 四分之四 那你才示范一下 怎么四分之四 就是说 刚才不是在这边写了吗 这边不是有个四四吗 对 你可以写成四四 也可以写成这个 C 写法不一样而已 可以用C也可以用四四 那你可不可以示范一下什么叫四分之四 就我刚刚示范的 然后知道你们打拍子吗 四四 一二三四 每一个小节四拍 这一样的嘛 四分一步我一拍 四分一步我一拍 那四就等于等于说每一个小节是四拍 是不是这意思 四拍 对 一样的 这些写法等于就是四四的才写法 这样子写 就它是一模一样的 哦哦哦哦哦 所以就说比如说你在粉红色的本看到八十六页 我一生要赞美你这首歌 哎这上面怎么没写四四啊 怎么写一个C啊 哦就是一样的道理 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对 大家明白吗 可是如果是四三四跟二四就不是了 三四跟二四就不可能 不可能可以用写一个C 写一个C在那里一定是四四 一定就等于是四四 要不然就写成四四 要不然就写一个C在旁边 对这样可以明白吗 可以 好我们再回到月理智学指南 第十七页 第十七页 这边开始就有一些课堂功课要做了 课堂功课打开子 啊 Candy 八十六页 八十六页 这个叫 粉红色 第一个小节的第一个开头 你们下边 两个奏着写的 爱在一起 一起打 一起一起弹 一起弹 嗯 就我一生要赞美你的第一小节 第一个音 对不对 它是 D跟Le一起 就是 C跟D一起的 弹的时候是一起弹的 所以就变成 对 一起的 对 就是大拇指跟第二个指 一起按 这样可以明白吗 所以你看 他等于是在这里有个两个手指 一起就是这样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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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这个意思 这样可以明白吗 有什么问题 好 很好的问题 有问题 你说四拍一起打的话 那就是一拍一个 因為你看到他這個我一生要讚美你第一小節 他這個等於四個八分音符 四個八分音符 但是不要忘記我們剛剛學的是兩個八分音符等於一個四分音符 我的意思是說他第一行寫的是兩個音符 這就是剛才身體的問題 什麼意思一起彈 兩個手一起下去 大拇指跟第二個指 這兩個指一起的 這就是第一個音 然後第二個音是用這個 所以第一個音是兩個一起的 兩個指一起按下去 這個意思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嗎 好我們繼續回到月裡自學指南第十七頁 第十七頁 第十七頁 三四拍子記號 每一個小節有三拍 以四分音符為一拍 所以像他給的這個例子是什麼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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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先給你五分鐘做一下這個功課 做完之後我們就請同學們站起來 把你寫的功課打給大家看 課堂功課十七頁 大家知道我們在說什麼嗎? 好比說像第一題三四對不對? 他叫你把在那個音符下面寫 就是沒有的你要補上它 給你們五分鐘 OK aqui 現在我怕 read 最後一聲 覺醒回去 查看 Rio